我们是1406 1406要请教阿宝老师 油管也没弄 最近有发现专门性 专门性完对的夏威业慢慢红起来 6分、8分、油包括海藻桶 保利美术都有够三天处理一次 但是这个油还是一直黄上来 我有附了一些图片给老师看一下 李昆源 就是他叫李昆源 1406 好 他应该是刚进并很明显的 就是说他这个 这应该很标准的一个路困 就是说他对着 对着他稍微有一个一家一家 会有稍微有那个夜麦 会有没有所在稍微 跟他这个寒这条 他会有绿病 他会有任何人 最终的管理 所以这通常在这方面来说 应该是很标准的一个 这个路均病 这种这个乳困病 有当时 我们在穿的时候 就是说在海贵里面 或者是说在四贵里面 這個貨櫃的路肯可以說是一個相當破片的 一種這個便宜方案 就很容易來幫他申請 所以這是一個我們要稍微注意的 這個重點 在這裡稍微跟我們條件朋友 稍微做一個提示 就是說這個 政策都是一個很 有一個很容易去 利用的一個 中的一種這個便宜 所以你一定要稍微來幫他做一個控制 所以在這裡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做一個處理 所以你一定要用這個油 一般我們 如果不要用油 其實在很多人說這個路菌病 用什麼 其實這種非農藥防治的方法 確實只要他如果是環境好 通常就比較不太要緊 但是只要環境不好 這個便宜就很容易來發生 我們在這裡來說 就是說 可以讓我們提示 來幫他注意到這個情形 盡量 在這種在使用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說 因為路菌很難做 所以你通常 你的一個 你一定要去輪流 用油 就是說這個油 要幾多種 不是說叫你一次做幾多種 是說要輪流 稍微輪一下 稍微輪一下 可能是比較不一樣的這個油 因為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在在做這個 路菌的時候 都會再加一些 這個 細菌性的用油 就是說 加一些硬性的 硬性的這個東西 為什麼要去加這些東西 因為有這個路菌 得到之後 你會發現說 他就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白斑在那裡 白斑在那裡 因為路菌發生的時候 一定都是吸氣很重的 這種經驗 他在白斑在那裡 他就吸氣很重 所以有時候我們轉租 其實是有控制條類 但是有一個 很麻煩的這個地方 就是說 現在這個東西 控制條類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 那個 白斑 但是我們 他要控制條類 但是那個白斑 他也是一樣的一個空槌 所以 加上那個 收入很高 所以 很容易在那裡 就申請一個 去給 細菌 或是什麼 去把他感染 所以 在這個地方 讓我們好朋友 先來幫他 提醒 我們在用的時候 這個部分 在這裡 要先來注意 注意這個部分 可以做一個保護 因為這樣是效果比較好 就是說你有這樣來用 在這個地方 就確實可以控制條類 所以在轉租 很多都滷粉在轉租 滷粉轉租 你必須要 我記得 剛才我告訴你 一個重點 就是說 他很有可能 是比較不會 但是 轉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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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 就是因為這樣 就是說 你沒有去把他 用這個 進行 所以這個 就是 走 收到這個 細菌的感染 所以有時候 那個平板 會看得 不會很明顯 會說 不是說 不是說 會這樣 一角一角 但是不一定 有時候 會嚴重起來 整個都還要嚴重 但有時候 就是說 正經是嚴重的時候 我們會加標 尤其 火鍵 加幾標 尤其 在土壇面 開來 差不多兩串 這個位置 就是說 你甚至可以 譬如說 我這條已經不斷 這條火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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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條火鍵 加條 加條 拿走 他就可以減輕 很多的政證 不然 他的火鍵 再說 轉租 後面 我們的葉子 後面 很重要 一定要把火鍵 要把火鍵 這是一個 在火鍵 要去注意 一個重點 希望 我們聽見朋友 可以 先 了解 這方面 可以做 一個處理 提供給你 很參考